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看到現在美國推出 這個可以載人的直升機 可以做人的直升機 可以用平板電腦遙控 如果用平板電腦遙控的話 它不是更方便嗎 人機給我請問 這個平板電腦是說 時間在那邊飛 我覺得是地方遙控 對吧 事實上因為這個 目前還是在測試中 所以您剛剛講的 那個是未來希望能夠達到的狀況 剛剛那個是真的已經達到嗎 對 不過這一次 美國的Sikorsky的公司 他採用的方式 是讓人坐在直升機裡面 用平板電腦在操作 那也有錯 事實上這是一個真實的直升機 為什麼 他把這個所謂的商用直升機 S-6這個直升機 進行了改裝之後 把它取名叫做SARA SARA這個直升機 你現在看畫面上面看起來 它飛行都很正常對不對 但是您可以看得到 駕駛員事實上並沒有在握著 它的操縱桿 而是在玩它的平板電腦 為什麼講說玩它的平板電腦 因為事實上 這一項的改裝技術 也沒有多少錢 花了800萬美金 沒有多少錢 好貴 對 直接把人工操作的部分 全部做成這個APP的軟體 放到它的這個平板電腦上面去 所以這個駕駛員 事實上坐在這個駕駛艙裡面 他只要按下一個STAR的那個鍵 直升機就開始 它的機翼就開始旋轉 然後它就開始起飛 而且這一次的起飛 完完全全非常的成功 為什麼 它將近飛行了48公里左右 而且成功地降落在另外一個機場 所以它不是原地起降而已 它其實經過了實質上的飛行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奇怪這種無人飛行的技術 事實上不是早就已經有了嗎 美國最有名的掠奪者號 不是還能夠執行轟炸任務 這一次這個直升機 有什麼了不起 好 我們先講一下 事實上我們看到這個 比如說掠奪者號 因為事實上 他們正用噴射的方式在飛行 受到當地的氣候的狀態 譬如說這個所謂的上升的氣流 或者是其他風速什麼的 影響性其實稍微比較小 可是直升機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做過直升機的朋友 你會發現到坐直升機 其實沒有那麼舒服 因為它會不斷地這樣躲動 它只能上下走 不是 它可以前進來 但是你在座上面 會一直搖 對 會一直搖晃 不穩 你會因為這個所謂氣流的關係 會特別那個 顛簸的感覺會特別嚴重 所以以這一次來說 他們在SARA的旁邊 就是它在機身的部位 裝了非常多的感測器 這個感測器最重要 就是在觀察外側的 這個所謂的氣流狀況 然後隨時去調整整個飛行的狀態 會做得比較舒服的意思 會做得稍微比較舒服一點點 所以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這個東西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它這真的特別 還滿特別的 你知道 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是第一次在做 這樣的一個飛行 所以它當然這一次是讓飛行員 整個坐在駕駛艙裡面 不過因為全程都有拍攝下來 所以在48公里的飛行當中 它其實都沒有手去碰觸到 任何的機械 完全都是用平板在進行操控 很簡單 這個當然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有朝一日 真的你可以達到 就是說讓無人這個直升機 你知道以前電影 曾經有這樣拍過 所以我們也來看 像無人機 現在發展越來越多 流行很多 以前早期我們就是玩這種遙控機 我也聞過 一兩千塊就有一台這樣 很小台 那種現在可能其實800塊900塊 大賣場就一台 只是不太會操作 對 可是現在有一些無人機 或者空拍機 做得非常非常的穩定 而且它的造型也非常獨特 造型獨特 對 為什麼要講獨特 你有看過鴕鳥在天上飛嗎 真的嗎 應該很難吧 但是 他們現在是黃色的是不是 對 鯊魚 鯊魚都來了 鴕鳥也來了 這個是一個荷蘭的發明家 叫做詹森 這件事他也很有趣 他本來是一個太陽的面板的 就是他們現在做這個工程 他自己對這個無人機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做… 有一天他就突發奇想說 滿天無人機其實造型沒有獨特 如果可以讓動物在天上飛 那不就是好棒棒嗎 那隻貓做得好像 那隻貓是做得很像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所看到那些動物 都是真的動物 標本 標本 很恐怖 不是很可愛 而且這一隻貓之所以像 是因為這隻貓是牠養的 牠的貓升天之後 牠就說好吧 我想讓我的貓飛上天 牠也上天吧 所以牠把牠的貓皮剝下來之後 裝到無人機上面去 這個我講實話 不是好笑 我感覺像飛鼠 而且很恐怖 還滿恐怖的 你知道 有很多環保團體 就開始對牠進行批評了 就是說你以前搞這些標本 所以有的 沒有的 你現在給我弄一個扒皮 然後弄一個裝置藝術 讓你的貓在天上飛 這個不要說牠再生的時候怎麼樣 現在就算牠死了 感覺上有點虐待動物的感覺 所以我們把牠當藝術品看榜 這個藝術品講實話 真的會嚇到人 所以很多人就批評牠 但詹生他就講 他說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嗜好 而且我也沒妨礙到誰 他未來講說 我跟你講我不只做鯊魚鴕鳥 還把我的貓給弄上去 以後如果真的 牠繼續再做下去 搞不好我們還可以看到 什麼大象之類的 就在天上可以真的飛了